使用单元测试了 那这个单元测试的话 咱们怎么去进行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整个进行单元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 对于某段的业务逻辑的测试 这个东西 你可以以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之后的话 你不断进行调用函数 那我们现在来说呢 实际上对于单元测试这种工作呢 在python当中就给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块 就叫做单元测试 unit test 通过这个单元测试的模块呢 我们可以把进行每个测试的工作呢 全都进行一下封装 保存一下 日后我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执行对应的代码 它就能够帮助我完成这样的测试工作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种单元测试unit test 怎么去做呢 在单元测试当中的话 我们要把所有的测试的那段逻辑 你到底是想进行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通通的全部封装到一个类当中 这个类是谁呢 就是测试案例 这个测试案例的话 它是从哪来的呢 它要去继承单 这个unit test 这个复类当中 有一个要做test case test case就正好是测试案例的方式 要是它继承过来 继承过来之后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去定义均的测试逻辑了 你想怎么测试 就把它以含书的方式定义出来 放到这个类当中 然后只不过说这个方法的话 它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什么条件呢 你的方法名字 必须是以这个test下滑线作为前缀 必须以它作为前缀 然后呢 那接下来这个unit test模范呢 才能够正确识别你这样的测试行为 它能够自动的帮助我们进行调用 所以这是我们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去构造这么一种逻辑 然后呢 在这个逻辑基础上进行相对应的测试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怎么去做呢 咱们现在就来去实现一个登录的逻辑 这个登录逻辑的话 是对应到我后端的一个视图的接口 有一个登录的一个视图 然后呢 我写完成之后的话 我想现在用代码方式来测试 我所写出来这个登录的逻辑 有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咱们先去把它写一下 比如说 最应的就是把这个叫做lock in. 这样的py 放到这 放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咱们节省一下时间 比如说应该是在main当中 我把这东西拿过来 然后呢 放到lock in这里面 然后呢 我把其他东西全删掉 咱们只保留最核心的东西 然后呢 放到这里面的话 这也都去掉 放到这里面去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东西去掉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呢 假如说就来去写一段登录的试图 这个登录的试图的话 咱们也简化一下 不提供对应的网页页面 然后呢 只提供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假设用户已经去填写了表单 我在后端当中呢 直接就把表单数据拿过来 进行相对应的逻辑判断 然后呢 我在给前端结果的时候呢 我也给你返回对应的 节省的状态信息 以节省告诉你 到底中路成功了 还是中路失败了 所以我们现在相当于 先去写正常的开发的逻辑 比如说 我现在叫做Login 这样一种逻辑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下 Login的实时图函数 这里面现在目前为止 还跟单元测试没有粘钩呢 没挂钩呢 咱们就按照之前所学的方式 把这个登录写出来 那登录写出来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说的登录 按照我们所说的应该是支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post方法啊 对吧 post方法 你以post方式把用户名跟密码发送过来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 那按照这样的方式 这个实图应该怎么去写啊 第一步是不是应该叫接收参数啊 接收参数 那第二步呢 我们要对参数进行判断 第三步呢 咱们要去决定返回值 决定返回值 这是我们的逻辑 那咱们来看一下 切收参数 对于一个登录的话 这个参数都有哪些啊 通常情况下 会还一个用户名字啊 对吧 用户名字 request request是哪来的呢 request里面 比如说通过form 通过post方式来的话 那数据应该是放到form当中的吧 我从form里面去拿user name 然后呢 还会登录的话 是不是还要有密码啊 对吧 password request.form当中的get 然后呢 我把password拿过来 拿过来的话 相当于我两个数据有了 两个数据有了之后的话 我为了保证这段登录逻辑正确执行的话 是不是得相当应的判断呀 对吧 能跟得上 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们来现在来判断一下 我要判断一下 登录的时候 你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是不是都传了 如果都传的情况下 我再进行教育 是不是才有意义啊 所以我再给你去写了 我得判断一下 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是不是都传了 那怎么去判断呢 有一个函数 是哪个函数呢 是奥函数 奥函数的话 之前大家应该也没有去接触过吧 奥函数 它所对应的意义 代表什么用意呢 你要给它去传入一个 可迭代的对象 就比如说你给它传入一个列表 然后呢 比如说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用户名放过来 把password也放过来 放到列表当中 传给奥函数 那奥函数 它真正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去便利一下 你给它传过来的这样一个列表 然后去处理每个元素 在对每个元素的时候呢 进行逻辑判断 如果说所有的元素 在进行逻辑判断的时候呢 返回的结果都为真 那好了 奥函数呢 会返回真 只要你给它传的这个数据当中呢 有一个返回的假 那奥函数整个就返回假 它通过这样方式呢 会保证后面的每个元素 在进行逻辑判断的时候呢 必须都为真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说就正好可以利用 这样的特性啊 对吧 那你说 如果我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呢 就想要求说用户 user name跟password 你必须要传 如果没传的情况下 我逻辑做不了了 所以我得进行这样的判断 那你说 如果user name跟password 没有去传 那每一个元素 实际上都应该是 拿的结果是nine呀 对吧 nine在进行逻辑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就视为假呀 对吧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两个东西 交给奥函数 让它帮助我们判断 只有说这两个user name 跟password 都不是nine 都不是假的情况下 那相当于user name也有 password也有 然后呢 如果只要有其中的一个 为假了 就代表这个数据不完整 我的后面 是不是都不能去追行了 是这样的逻辑 那你先代表看一下 奥函数里面所定的 这两个如果都为真 那整个是不是都为真了 然后现在给大家信言取返 一闹情况下 是不是代表当中 肯定有一个或者多个 不完不全了呀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来进行判断 这代表的是 这个参数不完整 参数不完整的话 我就按照正常的 试图逻辑去写 你参数都不完整 我就可以给你 前端调务说呢 报号一种状态吧 报过程中 那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约定了 你现在不用去处理模板 就拿Json 你跟前端通通的 都拿Json来进行操作 所以我在这 你是不是可以构造一个 Json的返回值啊 那Json的返回值 还有印象吗 咱们怎么去返回Json Jsonify吧 Jsonify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我说了 Jsonify的话 它对应的 是不是要去接受一个字典呀 能把这个字典 给你放到上面来 比如说ISP 给你借最终一个返回值 返回什么东西呢 我们通常这种返回值的话 比如说就写着一个code 代表是当前 你这段试图逻辑的状态码 到底能够 进行成功呢 还是失败了 比如说当前 就是参数不完整 那我给你写一个状态码 随便编一个code等于1 然后还要去提一个 提示信息 message 这代表是参数错误吧 invalid param 这个参数错误 好了 这个点有了 能不能给你放到这里 ISP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写一下 判到这样逻辑之外呢 我这个试图里面 还可能判定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要去判断 用户名跟密码 是不是真的跟数据库当中 有记录呀 对吧 那这种达学数据库 我们现在也给它忽略掉 咱们这个模拟嘛 所以咱们进行判断一下 如果说user name 它是谁呢 我给它固定一个账号 就是admin 然后呢 and password 如果这个password 这个密码 它是谁呢 它是这个python 我现在只给你提供 这样一个账号密码 如果是他的话 是不是代表是 我可以认为是登录成功的呀 所以咱们直接给他拿过来 登录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模拟出来 一个对应的状态 比如说零成功就是零 然后呢 单单于咱们给他模拟一个结果 login succes succes 然后呢 那iOS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模拟 你的用户名或者密码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呀 对吧 所以咱们还给他再返回一个 阶层数据格式 放到这里面来 那比如说当初当代码上就是2 然后这里面去直接写了 错误的用户名或者密码 run 这样的一个user name 或者说是 或者是password 放到这里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简单去模拟出来的一个试图 是不是写完了呀 对吧 可以模拟出来一个登录的过程了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说了 我要进行单元测试 测什么东西呢 就是测试一下 刚才我所写出来这段段登录逻辑 这段代码有没有出现问题 那你说了 如果我之前没有去写这样的一种 这个单元测试之前的话 你说这段试图逻辑 我们应该怎么测呀 怎么测呀 是不是相当于可以自己写一个 vip表单的页面 然后呢 去往这个接口里面 post发送数据呀 对吧 我向这里发送数据 然后呢 我再测的话 咱们怎么测 应该你在这个试图函数当中 是会有三种状态值啊 所以这三种状态值 我都得去测 我可以先给你造一种场景 就是我像这个函数里面 像这个试图里面 我拿post方式发送球 然后呢 我什么参数都没有给你传 我看一下 最终 如果你这段代码没写错 是不是肯定得给我返回一个code 唯一message是这样的东西 结果值啊 对吧 如果你没返回这个值 是不是代码程序写错了 实际上是判断逻辑吧 然后呢 我再给你去跳下一下东西呢 我再后到的一个测试场景 就应该是说 好了 我现在给两个参数都给你传 但是呢 我的密码跟用户名给你传错了 如果我给你传错的话 你这段程序 刚才写出来这段逻辑 如果说你没有写错的情况下 最终是不是得给我返回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值啊 我给你传错的情况下 是不是得返回这样的结果值 我看一下 如果是 恰好 就是返回这样的结果值 代表我这段代码 没有去写错 如果不是 就代表我写错了 最关键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色的案例 是不是应该就是说 我再去给你传 我再给你访问一次 然后呢 给你传的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都是相同的情况下 都是你要确定的情况下 我来去看一下 你是不是给我反复出来这样的结果值 如果不是反复出来的结果值 是不是又代表 我们刚才这段逻辑代码肯定会有问题啊 对吧 这是我们在进行测试的时候的一种测试方法 之前你可以用测试软件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Postman 它是不是可以模拟发送Post行为啊 然后你是不是还可以在浏览器当中 随便去写个表单来进行测试啊 这是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不再用这些工具了 而是怎么去做呢 因为情况下 我们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这段东西 这段逻辑呢 可能频繁的去执行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代码当中 用代码来去描述一下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三种测试场景 用来进行构造 所以咱们现在呢 专门去写一个对应的测试 比如说这个测试呢 我把它制造作对应的test.py 测试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再去写这个测试在p.py的话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直接这时候呢 就引入到单元测试了 我们要把刚才咱们所说的那种逻辑呢 通通的都用单元测试的方式给它描述出来 所以我在进行描述的话 咱们得先去进行引入 引入的话 引入什么东西呢 直接去导入python 给我们提供的单元测试的这么一个模块 通过它来进行构造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现在想进行测试呢 就是刚才的这一段试图 就是关于登录的 那我把所有关于登录的这段逻辑呢 通通的都放到一起 我去形成一个测试的案例 那这个测试案例呢 就以一类的形式来进行定义 那我就把它叫做登录的测试 login测试 然后呢 这个类的话 要继承这些呢 在单元测试当中 会提供了一个叫做test case 测试案例的这么一个负类 所以呢 我们就要继承它 构造单元测试案例 好 单元按测试案例 构造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相对应的 整个测试行为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 对于右边这一段代码 到底有没有写错的重要测试行为 那咱们怎么去写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我们是不是要测试三种情况呀 第一种情况 我去测试一下 这个用户名密码 没给你传完整的情况下 有没有出现问题 第二种情况下 我要去测试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我输错的情况下 有没有出现问题 第三种情况下 我去传入用户名跟密码 都是正确的情况下 有没有出现问题吧 这是我们要测试的三种情况 好了 咱们先去写第一个测试情况 那你这种每一种测试的行为呢 都以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函数的话 又必须是以TEST下滑线进行开头 这是约定好的 那后面的情况下去写什么东西呢 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我现在想定义的 就是空的用户名跟密码 那我就把它叫做MPD MPD用户名 UserName 然后呢 密码Password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放到好这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去写一下测试 测试 然后呢 用户名 密码 不完整的情况 好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相关的测试了 那你说在这里面进行测试的话 这段代码咱们大概应该怎么去写呀 大概应该怎么去写呀 按照我们刚才所说 我们之前如果没有这段代码的话 咱们怎么测试呢 是不是相当于我得把这段程序开起来 对吧 我得把这段程序开起来 然后呢 相当于它以服务器的方式继续运行 然后呢 我要去 要么去找浏览器 要么去找Postman 然后呢 去向这个网址对应的这个路径 是不是发送请求啊 对吧 传送过来试据 那你说了 现在不借助浏览器 不借助Postman 我现在是在程序当中去做的 那你怎么去做 是不是就跟你扒转是很类似的呀 你扒转里面 是不是就是用代码进行发送请求啊 所以在扒转当中的话 都用过哪些工具呀 是不是可以有URLive啊 或者是URLive2啊 或者是request那个东西吧 IPU UEST 是不是有这样的对象啊 你用这个模块 是不是在这里面去构造请求的东西 你往哪个路径上面发 发的数据是多少 它最终是不是还能帮助你把对应的后端所给你传过的数据 返回呀 对吧 所以你可以通过那样方式去做 而且那种方式呢 是万能的测试方式 不限于任何框架 你在测试任何框架的时候呢 它只要是外部后端 你都可以去用刚才所说的URLive 或者URLive2 或者request 在这里面去构造一次请求 然后呢 把请求返回值 拿到之后 再进行相对应的逻辑判断 其实是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想测试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测试的就是flask框架 测试flask框架的话 他就说了 你在这个地方去模拟那样发送请求的时候的 对应的客户端来说 可以不借助URLive2 不借助request 你也不必说把最终这段程序开起来 你可以不做出它 这个flask里面 他会给我们在这里面去提供一个测试的客户端 然后呢 他的客户端的话 相当于他会对接到右边的这段程序 通过那客户端 他会自己把请求给塞过去 让这段程序去执行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flask框呢 就利用flask里面所对应的客户端了 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这个工具咱们就不去用了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测试万能测试的话 就去利用刚才我们所认的工具构造请求 我们在测flask里面的话 咱们可以直接去用flask里面测试 那flask里面在进行测试的话 它的客户端是放到了哪里面呢 它是放到了你所构建的flask里面的应用程序 APP对象当中 它有一个叫做testclient 专门用来进行测试的扣端 所以我在左边的话 如果想要进行测试的话 就得从这个程序里面 把APP对象导过来 然后呢 才能够去获取到它的一个测试的扣端了 所以咱们从啥呢 从这个程序当中 从login里面 从login里面直接去导入 它所去构建出来的flask的应用程序 导入进来之后的话 我第一步要去创建测试的扣端 创建进行web请求的这个客户端 然后呢 使用flask提供的 flask提供的扣端在哪呢 我们把它拿一个接收过来 比如说叫client 它是谁呢 它是在导入进来的flask 这样应用程序APP里面 有一个叫做testclient 直接就是它 通过它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 它给我们提供的扣端了 有这扣端 我就可以去模拟发送请求信息了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先拿到扣端 第二步呢 利用扣端 模拟发送请求 利用client 客户端 然后呢 模拟发送web请求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发呢 我右边的话 是不是就为了测试这个接口程序呀 所以这个接口程序已经够约定好了 你得以post方式发送到这个路径上面来 那你现在怎么去发送呢 在client当中 它就有同名的 如果你要发送post求求的话 那你直接就用这个post方法 你如果用发送干净的话 你直接用干的方法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要去发送到哪个路径呢 是不是要发送这个斜线 捞配音呢 你现在选的是plus个对应的客户端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 就没有必要给它写完整了 就不用追标还12T.0.0.1了 而且不仅不用包含你右边的程序呢 也不用开起来 所以这是利用plus个对应的客户端的一个 一个方便之处 所以我要测试哪个路径 直接在这里面去写对应的路径就可以了 我要测试的是这个路径 所以呢 我就自己发这个路径发请求 然后呢 这个路径当中实际上 就要包含对应的post方式 要发送数据了 那个数据怎么去发送呢 在这个client里面 这个post里面 直接使用data方式 这个data就代表 你在去往这个地方 这个路径里面 发送post的时候 你所携带的请求体的数据 是什么东西 那些数据的话 通通的都是以字眼的方式 而且以data作为名字 发送过来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给你构造一个空字点 是不是就相当于模拟了 我网纵过纵8的时候 用户名我也没给你写 password是不是也没写啊 是模拟这样的情况吧 好 这就关于这样的东西 这相当于发到这个地方 没有携带数据 没有携带数据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可爱的发送过去之后呢 他会给我们一个对应的返回值 比如说这个返回值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 it 也特样返回值 这是相当于 这个返回值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返回值 就是右边 这个视图函数 最终给我们反送过来的 一个响应的结构体了 响应的那个响应对象了 然后呢 这是 it 是 试图返回的 响应 响应对象 它是一个整个对象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试图当中 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测试的一个逻辑 是不是相当于判断 这个返回值里面 扣的这个状态码 跟我的预期 是不是一样就可以了呀 对吧 所以我得去获取 你的响应体的数据了 那响应体的数据在哪呢 响应体的数据 就在这个响应对象当中存在了 比如说 我把这个响应体的数据叫做 I SP 它是在哪呢 它就在这个返回的对象当中 这个data里面 是响应体的数据 data属性是响应体的数据 好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刚才所拿到的 通过data拿到的 ISP 这个响应体对象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阶层 怎么转呀 我在这边 是不是返回的阶属 怎么转呀 所以我在这边 是不是调整的时候 拿到也是阶属 怎么转呀 对吧 所以这是阶属 怎么转 那我说了 想要去判断阶属 里面的这个code的话 我怎么去做呀 不得去解析一下 转身字典 然后就判断对应的 直让 对吧 所以咱们去导入一下 import json 然后呢 我再进行相互利用的测试 这个响应 因为试图 因为 login 试图 返回的是 返回的是 json 字幕转 所以我在进行测试的话 那我首先可以把 这i esp呢 我给你转换一下 json.lose 方法是不是相当于 进行解析呀 lose 然后呢 直接把刚才达到的i esp 放过来 我给你转换一下 转换之后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相当于 是pathon里面的字典了 这个字典的话就跟于这个字典 是不是相对应上了 我就可以进行相对应的测试行为了 然后呢 开始断言 拿到返回值之后 进行 断言测试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时候的这个断言测试呢 就可以不再去用 刚才所说的python里面 所去提供的这样的一个assert 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python当中所去提供的 我们现在想进行的是单元测试 这个单元测试的一个test key里面呢 会给我们提供的另外的一些个 就断言的方法 它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来看一下 在课件当中 已经给大家去列举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 这是担言测试里面 所给我们提供的相对应的测试行为 断言行为 我可以去判断 某两个值是不是相等 也可以去断言某两个东西 是不是不相等 我可以断言某个逻辑是不是为真 也可以断言某个逻辑是不是为假 还可以判断某个东西 是不是存在的 或者是不存在的 我可以通过这样方式进行断言 那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这个断言的话 在我们次的操作呢 这个断言的逻辑呢 是在哪呢 是在单元测试 test key它的对象里面去做的 所以的话 使用的就是self点的方式进行调用 那我们现在先行调用的话 是判断什么东西 判断一下这个解析出来的字典里面 是不是这个code值是不是为1啊 因为我刚才给你发送过 请求是不是代表的 模拟的就是不给你发送任何数据啊 如果你断程序执行成功的话 你肯定得给我摆出来的 这个响应结果里面 得包含code等于1吧 是包含这个东西啊 如果出现这个值 就代表我测试成功的 如果不是 就代表你这段代码写错了 就这么样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你现在再来去看一下 那咱们怎么去写呢 那我这时候就讲到一句话 你一种方式呢 直接进行断言 去判断一下 里面的这个IP的code 是不是为1 那我实际上 是不是还可以再行前一步的断言啊 我先判断一下code 有没有在你的这个RESP当中 对吧 我可以进行断 这样断言吧 所以的assert 你看一下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assert in的操作 assert 有一个in的操作 我可以去判断某个东西 是不是在另一个范围之内 那我就去判断一下 code的这个字段 有没有在RESP那个字典当中吧 如果是存在的情况下 我现在相当于我断言 我预言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出现问题 code一定会在这里面来 否则情况下 如果这个预言出败的话 就代表你这段程序有问题的 没有按照我的逻辑来 这样方式 按照这样方式走的 现在有相当于 我先给你进行预言 这里面是有的 然后呢 我再来进行一下测试 我觉得如果程序是正常的情况下 那这里面的话 不仅要有 而且呢 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而且是RESP这个字典当中的code 这个字段的值 应该跟谁相等呢 是不是应该跟1相等啊 才对的吧 所以我把1也放在这里 最相当于我又加了这样的 一个逻辑判断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方式的 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对应于我测试上面的 第一个应用场景里面 是不是测试完了呀 只要这里面的值是唯一 那就证明 我张才的这段代码是没有写错呀 对吧 所以咱们现在呢 就可以让程序的去运行起来了 那我们让程序去运行的时候 怎么去运行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杠杠面里面 我在进行测试的话 我并不需要直接去管这样的一个类 而是怎么去操作呢 直接调unitest unitest 直接去调这个单元测试 这个模块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会有一个对应的这个面方法 我直接去调unitest 他就会把在当前文件里面 你可能会除了这样的一个测试案例之外 你还可以可能会写过其他的测试案例呢 不管你写了多少 我只要对了一个unitest 他就会把当前文件里面 所有的测试行为呢 通通的都帮助我去执行一下 帮助我进行一下测试 然后呢 咱们现在呢 就让程序来去进行一下测试 你测试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让这个东西来去运行 你看一下 这时候呢 相当于我让程序运行了 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相当于跟我普通的运行都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 这里面给我反送了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告诉我run one test吧 执行了一次测试 然后呢 测试的最终结果是OK 代表我所写的所有的预期结果呢 都按照的我预期来了 这里面我写的断言 它是正确的 那你除了这样方式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哪呢 在这个终端当中直接去写 刚才他们写写的这个test 都是一样的 test点py 你来看一下 这里面在这写的话 它也是相当于告诉我 运行了一个测试案例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然后呢测试的结果有没有成功 其实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你要注意 如果把这个东西给你去掉的话 我说为什么地方一定要test开头 如果把这个东西给你去掉的话 我再来进行一下测试 你看一下 这不是就零了呀 一个测试行为是不是都没有去执行啊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前提 必须以test开头 它才会认 不以test开头的话 它不认 你做的话 它也不给你进行测试 所以普通上来进行之后呢 我再进行测试的话 看一下 这相当于是一了 然后呢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怎么去做呢 我现在就去模拟一下 我假如说 我右边的这段代码就写错了 我这段右边的代码就写错的话 咱们怎么做呢 那你去想一下 什么时候有可能写错呀 刚一接触这个out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逻辑给写反了呀 我是不是有可能把这段代码的脑子写错了呀 对吧 我现在就去模拟 我右边的代码写错了啊 我去模拟右边代码写错的情况下 我用刚才这种东西来进行测试 看一下能不能测得出来呢 咱们让程序来进行一下相对应的测试 我让它来测试一下 然后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测试上收购报的错误信息了呀 对吧 告诉我是说进行了一次测试 但是测试结果呢 费有的失败了 然后还会告诉我是哪出现了问题呢 他就说了在测试谁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 咱们在这里来看 看一下 告诉我运行了一次测试 测试结果是失败了 然后还会告诉我 在哪个地方测试的时候失败了呢 是告诉我Test MPD 是在他的行为里面出现问题了 然后呢 是哪个地方出现的问题呢 是告诉我在进行断言 我觉得是这个地方 如果执行成功的情况下 这个code那应该值为一 这是我所做的一个断言 但是你发现 他在进行这个断言的时候 就告诉我了 断言是不是失败了 他的返回值并不是你预期的情况 返回了一 返回了谁 返回了二了吧 然后呢 就相当于我通过这种测试 不相当于发现 我这段代码写错了呀 对吧 就相当于我代码写错的话 我就可以回过来去查了 查我的代码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 你应该我这里面 没有传任何数据的时候 用户名跟密码都没有 那你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返回为一呀 但是你没返回一 返回谁呀 返回为二了吧 是不是相当于 我这段代码在写的时候呢 这段逻辑没有执行成功 直接跑到这里面去执行了呀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觉得 应该能够进入到这里面 但是没进入到 进入到下面 证明肯定这个地方写错了吧 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反着来 是不是就能够通过单元测试 找到问题所在了 这就是单元测试 它所追求的意义所在了 现在能明白 这样一个工作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去说一下 就相当于你单元测试的话 就把你测试的应用场景呢 你代码的形式 写到单元测试的案例当中来 就可以 就可以